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验8是因为8号玩家之前五连胜了吗 游戏体验也挺好的 就验一下 当然我不是第一把 我的不是第一把那种狼队友 太愚蠢了 验的8确实是好人啊 这个板子跟预言家关系也不是太大 反正还是看其他神牌的发挥 怎么焦头焦耳的这是干嘛 那个我双压紧下了 手注意发言 紧下是三四九十二 验个三验个十二吧 哎呦这四九十二都在紧下 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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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四跟九应该能听出来 我是预言家 三跟十二我不确定 所以我就压三十二 没了 那个八斤水过了 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听一下 如果我听出 哎呦对不起 我听一下 如果我听出八十好人 我就会战别十一 什么叫第一把很愚蠢 第一把我们是赢的 懂不懂 I'm a winner 好吧 什么叫第一把很愚蠢 第一把这 第一把是因为 我 然后我跟爸研制的战术 叫双暴流 我们是 这个流派其实很牛逼 你知道吧 就是你们没有感觉到 其实有的时候 狼人是 是那个反正 反正你们不懂 不懂就好好学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问你们五六 你们本来是没有听说过 我这个流派 对不对 现在有了 就以后 如果你们碰到双暴的 就叫双暴流 知道吧 别的没有什么 我听一下八号玩家的发言 对吧 然后 很庆幸啊 我终于没有摸到狼人 我本局尤其是好人 但是也没抱太大希望 好吧 但是 因为我其实很害怕拿好人 因为拿狼不用站边 拿狼我看着自己狼队友 巴巴巴巴巴巴巴 随便说就可以了 你甭管他说的对不对 总有一个 总有一个好人会听杀你 刚才站错队的人 刚才在复凡的时候 站错队的人 我听王宝宝铁狼 王宝宝站边你 我觉得那个 我昨天听六七八三个狼的时候 你们都说我 哎呀 太逼 那怎么着 你听我是狼 你站错队 就是理所 就是可以被原谅 我听六七八三个狼的时候 连你妈都发小西白骂我 什么意思 骂得好 我觉得 确实是我不对 因为你拿好人 你拿好人 别人听杀你 也是别人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都不重要 然后我听一下8的发言 好吧 过了啊 2号玩家请发言 11叉沙 冤家 11号玩家打的是39能听懂他的发言 42听不懂是吧 那我觉得我就去验39好吧 我觉得景下一定是开多郎的 那我验11的行动历程其实没啥 最近跟11号玩家玩的比较多 一张宝贝牌 那没办法 本来想摸一下11号玩家 但没想到摸了一张狼人牌 那很难过 但是我的视角没办法了 我验你 你的视角去打39 听不懂你的发言 那我觉得39里面就得开你狼同伴 那我们就看39的投票 我第一警会留先把荣耀留了 这样我希望你要是不是11的狼同伴 你就给我投票 那咱们就是好人 然后你要是直接在我第一警会 去给11上票 那我觉得你就得是一个狼人牌 你是认狼式的发言 然后不要聊我耳朵红的问题 因为这屋真的很热 我还穿了两层 那个就 不行了 就拖了里边秋衣 就这样 然后我就警会的就是39吧 我认为警下应该最起码得开两张狼人牌 然后后边的话警上应该还有一个狼 11给8发了金水 那听8的发言呗 我觉得应该是在 就是给真的 我看8玩家的状态应该像是一个好人 那就听你发言吧 你要是他同伴的话 你就跟他站边呗 对吧 就是这样 过了 5号玩家请发言 好 我是一个民级民以上的身份 然后我上来主要是感谢下白羽的头吃 非常非常的多 数量非常的多 我奶奶去世以后 我就没有吃过那么多的好吃的了 没有 好好好 没事 过 6号玩家请发言 谢谢那个白羽老师 然后他刚刚给我们送了好多吃的 谢谢你 谢谢你人文关怀 非常感谢你 我觉得1号挺真诚的 挺像好人的 然后2还给了3 我觉得他也没有提1 然后8号我觉得可能就是好人 但是感觉有点2比8战队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 对吧 你你不怎么样 你那样就就这样 你那样 我这样就那样 就是 就是 哎呦我前几轮了 也没什么话说 我就一直只能推 就因为 就是你看我为什么没有什么表演 因为我心里没有支撑点了 眼平平就是心里没有支撑点 我没有使命感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但是如果我玩狼 或者玩神神分 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办 所以就是能多说点话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 对 所以是这个神 对吧 我觉得有使命感就能 相对我会能多说一点 这样我就过了过了 7号玩家请发远 那个反正有骑士 到时候骑就完了 我觉得那个2号不太像远家 因为 11号高志位给后志位井上的8号发的是金水 2号这个位置直接就说8号是好人 就是对8号一点都没有怀疑的 因为2号如果打 811双狼 这是最基本的发言 2号却在这个位置说8号是好人 那我感觉2号就要走了 那反正骑士看着弄吧 我不是骑士 其他没了 1号玩家发言还行吧 这盘 其他的没了 我过了 我可能会跟11号这样面 8号玩家先发言 那个8号玩家发言啊 因为这个11给我发金水 然后我还本来就准备等着这个2号牌打 我实际上男人是拍身份 然后我就 表下水什么 但是现在2号牌也认我是好人 那我应该就是双金水了 现在就属于是厂商身份最高 那我既然是厂商身份最高 我就属于是不着急 不担心 然后身上担子也谢谢了 那这个你们自己听呗 感觉谁像啊 反正有骑士呢 对不对 骑士终归得是骑一个 反正牛肝舍得骗我吗 那不知道啥意思 我感觉牛肝不太想骗我吧 别的我就不太知道了 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 我上景就是 就是想上个景 我过来 10号玩家请上 那你这把找到勾有点难了 因为 七八都要站边你 五六两个大身份 我还是个好人 那景上王宝宝老师 是唯一 就是 就是 比较低吧 只能说 那景下这四个好朋友里边 你看看吧 王阳萌的发言很难吃到票了 就他就已经很难吃到票了 不是 那啥意思 孤狼上景 准备拿景辉 然后带着景辉走 是这意思吗 因为 因为不是 十一 给八发金水 那怎么可能八是个好人呢 那八跳起来 把这十一小眼镜 给他旋儿飞了 都要 那只能 你必须要认 十一八是双狼呀 乖乖 七也要站边十一 现在在你眼里 就是七八十一三个狼 我在怪他是吧 我等下就骑你 我不是啊 那个 你看 哦 你是 你要骑我也行 那你就走 那你看 在王家伯眼里 就是七八十一三个狼 这是板上钉钉的 那 你就再找一个狼就行了 其实 我觉得对销线没有那么高 你先走 最后一个狼交给我们 我们 我们来 确实是你有点难当冤家啊 我别的就没了 那个 反正我也是摸这位发言 你拿了几回 我还摸这位发言 是吧 你在井下找找吧 我过来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退水玩家请灭灯 仍在井上的玩家有 二号 八号 十一号 请所有玩家在我倒数后进行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三号 投票给二号 四号 九号 十二号 投票给十一号 十一号当选 警长 昨夜 平安夜 警长请选择发言顺序 警长选择十二号选发言 十二号玩家 发言 我肯定是认十一是预言家的 因为这个二号发言的时候 他没有点这个八 因为在他的视角里肯定是 十一给八发金水 就是八十一双狼了嘛 二应该把八打死 就把八定成铁狼 但是二没有定 所以呢 是因为这一点 我没有办法占编这个二号牌 其余的狼 那三吧 因为三给二投票了嘛 我觉得二这一点 不聊八很重要 因为三号玩家 是拿预言家都会厌七的 那你肯定对七八的防范心 也会很重 但是二号玩家 对八都没有什么防范心 我觉得你这票 上给二的理由 当然我得听听啊 我不知道充不充分 但我自己想可能不太充分 所以二三可能两狼吧 其余的人好像都没干什么事 警下的四九 跟我一样都选择战编了十一 十号玩家 警长也战编了十一 七也战编了十一 那我就没有什么好聊的了 我眼里的狼就是 二号跟三号 嗯 过了 一号玩家 请发言 我是 我是觉得 十很像狼 因为 七警长说我还可以 六也说我还可以 然后你要越过六七来打我是狼 然后 这都无所谓 我觉得你在怪王家吗 我觉得你是以一个狼人杀教母的身份在那边 你跟我说 教父可以退休 教母也可以上岗 是说错话了 确实不太合适 大家把 讲 我忘记 我忘记 没事没事 这是我第一个梗 这个梗来的稍微有点晚 没没事 你可以摆动一下 老人家教父是谁 没必要 没必要 确实有点脏了 这我就不翻眼了 我过我好人 哎呀一场误会 那他如果不是在埋怨你的话 那那你就是老 就这样吧 没必要没必要 真没必要 我们关系好 一口闷好不好 等会弄一弄 就这样 那你打我 那不是你打我 那你打我打到 把我打极了对不对 那我肯定得还击 你怎么说我是老 我打打的好人 好吧就这样过了 二号玩家请发言 是这样 我没有懂那个 十二跟十二号说的 为什么 说我不点 八号是一个狼人 我就一定不是原家 十一是我的茶茶牌 那八号牌是我的眼里的狼人牌 给 给的一张金水牌 他不是狼金吗 那不就是个X的身份 为什么他一定是狼人牌呢 这是我真没懂得点 就凭什么十一号 一张狼人牌 给八发一张金水 他在我视角里 一定是一张狼人牌 我觉得不一定吧 就拿这一点 就把我打死了吗 我的视角里 只有一张十一号牌的身份 是明的 是一张狼人牌 那他给八号牌 发了一张金水牌 我又不知道 八号玩家 那个身份是什么 那我第一警惠要留的三 三号把票给我了 那我觉得四九十二 一定有狼人牌 那且四九十二 都给十一号玩家上票了 那肯定得开朗啊 那我觉得 我反正也没有警惠留嘛 有骑士 我不知道骑士 会不会出来正视角 但是我觉得 我活不过今天晚上了 但我还是要说 我先摸这张十二号牌 因为就像八号玩家 说的一样 那个十二号牌 他那个看的次数那么多 我相信十二号玩家 不会斩脱队 那我就先验一下十二吧 然后 我觉得是 九十二 最起码得开朗 然后十一是朗 七号玩家拿 刚才是拿什么逻辑 打了我侍狼来着 他说那个 我想忘了 刚才 刚才因为七号玩家说的是啥 也是说八号玩家一定是狼吧 然后那个 在我手里 八号玩家必须是狼这一点 打的我 所以我觉得七是一个狼 这是我现在看到的 那 也就没啥了吧 我是个原家 然后验的十一 后面好人 你们去帮我聊一下 为什么在我的视角里面 八号牌一定得是狼人牌 我真不觉得 好吧 就这样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言 三号玩家发言 首先感谢一下千小猪 墨语 还有宁宁的头识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非常开心 就 一号玩家是这样的 就你锦上 因为你锦上对我发言非常用力 你给我二号玩家对话 就是你说 二号玩家 说错了 二号玩家 你就是你锦上 你锦上发言非常用力 因为咱们是一个组合嘛 王者荣耀嘛 你就是锦上 你对话我了 因为我是一张锦下的牌 你跟我说 就你十一号要验我三 你二号也要验我三 就是我三号牌 一定要上票给你二号牌 不上票给你二号牌 就一定是张狼牌 对吧 你都不说我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做成一张站错边的牌 站错边的牌 因为咱们是一个组合 我懂你 我一定支撑你这票 你对我发言这么用力 我一定给你支撑你一票 反正我支撑你一票 十一号要验我嘛 十一号验我嘛 我帮你去出十一 我是信你的 对吧 我觉得因为你对我发言很用力 我一定在信你 咱们是一个组合 其实八号那点就是 那是很正对啊 就正如你所说 就是他高志卫 第一个发言给后志卫 那十八号身份的确被定义 对吧 怎么可能一定要发言 把他聊成八十一双狼呢 你不聊吧 你是渔案家 也说得过去 所以说 那在你视角里 其实我觉得 一号是张好人牌 那 歪哥那个位置 是能做成一张狼牌 就是你已经说了 八号是张好人牌嘛 对吧 十一验的八金水 你这个井上发言 你告诉我 八号是张好人牌 那八号就是张好人牌 八号那个位置都双金水了 就等着了 对吧 我觉得 你是不是得去打打 就是歪哥跟十一号 抓着你这个 没说 就是说聊八聊不好的这点 使劲打的 你没打 但是没关系 我一定就是我紧下 我支撑你一票 我站你的边 好吧 我相信你 因为你对我发言太用力了 咱们是个组合 我懂你的想法 好吧 我是一张好人牌 要过了 四号玩家 感觉这个边吧 就大家不是都站十一号吗 我就琢磨点其他的事 我就在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思想 我在想是不是这个二三五六四个狼 什么情况呀 二号从来不跳 这我觉得你看十号肯定是 如果十号肯定不会让二号跳吧 那十二号也不会让二号跳吧 一号也不会让二号跳吧 那八是十一的金水 七号要站边十一 那位置不就是剩二三五六了吗 然后我就在想 这抽牌啊 这是抽牌 抽的吗 就这样吧 然后就等 其实那个出来吧 我觉得二号确实是很难做成预言家了 因为他并不是说这个八号 就是你是在你的预言家的视角里 不管你对八是好人还是狼人的定义 你都不应该消失这个八号牌 他应该是你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 就是你得研究研究 但是感觉你好像对他的这个身份吧 并不是特别的那个好奇 所以就觉得你的预言家面积会比较低 然后就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他打 点中了是吗 想爆了 然后那我就过了吧 过完家请发言 二三五六这个结论 首先我要说那个四号 四号我觉得这把身份偏好的 因为很奇怪 他从这局刚开始以后就一直瞪着我看 然后就是那感觉他是忽人家是在民我 所以我觉得四号只是通过一个一个表情 感觉这样 然后二三号 二三双朗 我也感觉二号 二三是有点双朗的意思 但是五六真不是 我先说我自己的身份 我是一个民 就是一个民 没有多余的身份 这一场我不可能派出别的身份来 我就是一个平民 然后其他的你们随意 但是我能做的就好好投票 好好分辨一下 但我觉得二三 我感觉 特别三号刚才发言 过吧 听听大神们怎么说吧 过 六号玩家请发言 二三吧 那我怕 三是朗美 也不想太压不重 没事 我也觉得四是好人 明明谁是那个倒过就行 好 过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今天肯定头二 就是因为二号确实 你不知道为什么 不能说八号是好人 因为八号在井上 他要是在井下 你可以这么发言 但是八号在井上 十一号是给后来 井上的人发的精髓 你不懂是什么意思吗 所以他不怕他翻水立井 那说明他俩 极大可能是队友 所以按照你这段说的是 你说的是八号确实 在你这边可以是张X 所以你的第一井会流 一定要厌八 你井会流你也没厌八 那你又不说 你还说八号是好人 那这就是规则问题 这就是象棋里边的 马走日 象走天 那你没说这个 那你就得出局 所以他在井上 接了别人的精神 你就要怀疑他 没办法 即使你知道什么 他是不是好人也没用 那就先出二 再出三 其实我就觉得爱奇不奇了 没了我过了 二号牌发言这么差吗 为什么所有人都 没有一个人说要去 站棉二啊 我觉得二他有自己的思考量啊 虽然他底牌应该是一张狼人牌 但是他很认真的去 有自己的角度 不去跟别人一样 格式化的发言 很有个性啊 那为什么不会得到 大家的认可呢 为什么所有人都 要一边倒地去 攻击二呢 三号牌很讲兄弟意气啊 在这种情况下 二号牌已经被场上 所有人都点到的情况下 三号牌依然 这么坚定的站在他身边 这种感情不值得大家赞扬吗 哪怕你们认为他们是双狼 也应该表演表演那种行为行啊 对吧 我也觉得就是 其实也不一定是用奇了 咱们今天投票给他也能投死 先把他投死吧 然后这个 别没什么 我得听我的这个预言家的这个 就是总结和分析 也没什么 我好人 我过了 九号玩家请发言 这个 四九十二 三个能 都是好人 雪儿 你是好人吗 主要是你拿两把狼了 我想 拿预言金啊 信念感真强 我在自己世界里走不久 你是有信念 原来他就拿没自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最适合杜省医了 我刚才跟你打十一分手 加上 因为我是要好人牌 然后 11号起来发言说 我和四应该能听得出来他是原家的时候 这个对话出来我觉得你是原家 二号这个问题 二号这个问题 嗯 就是 因为八号 在井上 他都聊过了 八号在井上 然后他给八发了金水 然后你 你又觉得他好 而且你说什么 他要验 三 三九 他说的 他要验三十二 然后你也要验三 这是 嗯 感觉很奇怪 就有点 故意打反心态的那种感觉 就不是一个作为原家 在 呃 就是 认真的想 你要怎么演 而是就是 啊你要这样 那我就这样 就是这样听上去 可能会更像原家吗 就这样的发言 所以我听上去 就不太愿意相信 我是让好人牌 十号玩家请发言 萌萌你说我骑不起你 我不骑你 你也是被头死 我听你的 行不行 我不骑 我把你头死 我不骑你 晚上把我刀了 行不行 你说我这骑不起呢 我也他妈挺难受的 我不骑你 但晚上守也得守 愿员家也得剁我 我明天也是 也得走啊 是不是 我 我我只能骑你 我没办法 萌萌 我跟你说 汉 汉跳狼在这个板子里 就是 就是狼队的气质 你知道吗 你就只能怪你这队友 到底谁让你跳的 我看 这俩人都不是好人 你知道吧 我总觉得 那个 那个 耿雪儿不太行 好吧 我觉得雪儿不太行 荣耀老师就是 啥意思 想吃大猪子 要不然骑你 嗯 可以吗 骑你吧 你吃大犊子 太残忍了吧 是不是到点下班了 今天这么早吗 我那个 咱别验荣耀了 让人要多聊聊 咱外这位艳艳吧 我一会就骑萌萌 你看那人家咋打吧 好吧 我说实话 因为这个板子里 七八都战遍十一 就算十一是个狼 我 你是个冤家 我骑你 我死了 那七八十一也是打包 也是要打包带走 对不对 所以 不太 不太成立 你想一想 我是骑你好 还是不起你好 你想想 真的 不是 我也挺为难的 是不是 我挺为难 哎呀 我还是 我还是提你 他发言 我还是提你 好吧 晚上那个守卫 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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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这呢是吧 守卫 反正就往对吧 守就行了 不用管我 好吧 我那个过了 你留两天 请会留 就就完事了 十一号玩家 请发言 呃 请会留 艳哥十二 艳哥六吧 我 你把三骑了吧 你让女巫赌二吧 因为三 哎 估计也不是老美人 骑三好一点 骑三吧 我建议 随便 随便弄吧 反正 这样 他就是 待会骑士 骑了二 女巫就赌三 骑了三 女巫就赌二 三号玩家还想吃宴呢 这票投出来 还要吃宴呢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四九都还行 小伟警下说 他站边都不用管 来找找四郎 我觉得也不像狼 那个九也还行 反正我觉得 反正 那个给我警下投票的四九十二 可能十二稍微差一点 然后骑了十二号 那是好人 也能带队吧 所以第二警会留 骑六 是因为好像 这两天我没见过六号 六号玩家拿狼 就是 对吧 所以我想看一下六号玩家的身份 其实就外周 验两张就好了 其实 我都 甚至都没觉得七太像狼 七十郎 也在这坐牢呢 而且七号玩家天天吃宴 就给他点发挥空间吧 一号玩家都在玩手机了 挺好 都整挺好 就这样吧 那个 二号玩家选择自爆 各位玩家请佩戴好面具 天黑请闭眼 你是想背头呢 还是背琴呢 我自爆 好 我们看到狼人自爆了以后 这一局 我觉得狼人可能会比较难打 对 因为现在是警下环节 狼人不能选择双爆的情况下 有守卫会守预言家 然后预言家是有警徽的 那就双爆砍两刀 双爆砍两刀还有骑士 这就是我觉得比较难的点 你看这 守卫肯定不跟他赌 守卫肯定会去守预言家 让预言家把警徽流打出来 一刀砍骑士 先砍骑士 第二刀 但是水子姐第一局做过一个操作 就是我是白痴 这一局他又做了一个我是骑士 那他是不是骑士呢 这还得看场上狼人的那个什么 骑士应该不能瞎跳吧 不管他 对他就是不管他是与不是 我觉得狼人要败这位刀的话 也只能去到水子姐了 没办法了 所以我觉得反正狼人这一局 可能有点难啊 可能有点难了 大家这一局站边还是挺稳的 对都占牛耳肝 对对对 牛耳肝发言其实本来也是很好的 所以也很正常 就王家蒙跳不过他 牛耳肝脖子没红占他 都是数据库 都是数据库 然后现在就等着吧 等着天亮了 因为这一局我觉得狼人是赢不了了 我个人感觉啊 我觉得狼人是赢不了了 太难赢了 因为你想赢你要到的位置 太多了 对啊 谁把都坐在那儿呢 对而且冤家现在又挺回流 就没法弄 没法弄 对大家都喊开船开船 我也听说那个开船那个游戏挺好玩的 我不行我也搞着到时候玩一个 我没时间玩 但是我听说还行 然后也是有职业的船上什么 有厨师有什么的 然后你是不同的职业 你要干不同的事 然后杀人方式也不一样什么的 是吗 听说是还可以 厨师能给人顿了吗 不是那不知道 能下毒吧什么有的没的 然后挺有意思的 姐说是不是有板子 我没板子 我们真没板子 我们俩也就是对赌 赌生赢了 吃一个草莓 我们俩在这儿 我们是分析在这儿 就是我们两个人 是两个脑子嘛 去看他们场的 我们俩是等于说在场外 可能会比你在场内 会稍微清晰 因为我们不受一些身份的干扰 对你们是自己一个人看 自己一个人的感觉 我们俩是商量着来 如果意见统一 那觉得大概率就应该是他了 所以我们可能会稍微准确一些 至于有板子的话 有板子就跟你们聊不太了了 有板子我都知道答案了 1234是四个了 那这怎么跟你们聊呢 进行不下去了就已经 差一块肉 什么叫差一块肉 有人说你虽然黑但是不丑 谢谢 丑不丑的都无所谓的 什么时候离婚 我就没有结过婚 我为什么要离婚 天亮了 好 天亮了 我们签回去吧 昨夜 四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警长请决定发言顺序 三号或者五号 五号玩家请发言 六号玩家请发言 没有 不知道 我确实没看懂 因为在我上一轮的意识里边 还是锁定在十二 有可能是狼 然后我要想办法和他比一比 还在这个阶段的 然后他刺就死了 就好迷惘 就是 过吧 过 七号玩家请发言 我们赢不了了 我试个了 那二号跳太差了 然后女巫还没读三 我们就没法玩了 那个 那我就 不好意思 昨夜是双死 三号 四号死亡 上去才说 那我不认狼了 我觉得那个 我就继续勾了 我继续勾了 我还以为我狼都有活下去呢 我就认狼了 那 我能不能继续 接着造工啊 没听到没听到没听到 哎呀 这二号三号走得好呀 女巫还不错啊 一会儿跳一跳 看看是谁 好吧 这咋玩啊 那我 那我还是得自报 给原一号你把十一号砍 把那个原家砍了 然后你就接着 然后那个十号他骑你 然后万一他自己死了呢 好不好 我自报了 砍十一吧 T号玩家选择自报 各位玩家请配戴好面具 天黑请闭眼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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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为什么不让外哥继续勾下去啊 他不认狼了吗 不是啊 不让他继续勾下去啊 真的是 怎么能这样呢 哎 外哥认个狼 大家知道 什么事都没发生嘛 继续勾着 接着玩就好了 哎 其实 其实这一局 我觉得狼真的是很难赢了 也很正常 太可怕了 这一局结束 不知道什么情况 是不是就 今天就结束了 下班了 嗯 下班了 今天下班确实走 狼人选择了 自报 然后到一个原家 然后往下 再怎么着就不知道了 我刚才我都懵了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觉得 就是单死 确实也很奇怪 为什么会单死 太搞笑 这把 这把外哥弄得很尴尬 我不认老了 我接着勾了 很尴尬 逗死我了 还挺 可爱的 逗死我了 一会儿一会儿看他们场上 嘉宾怎么说 场内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啊 这主要是 咱也不知道 咱在另一个屋子里 跟他们与世隔绝 咱也不懂 没关系 没关系 给法官一点时间 熟练起来就好了 毕竟最好的法官 现在上场玩了 对吧 最好的法官 现在已经下场了 太有意思了 那你们就得让许儿 回到法官的位置上了 许儿就不能坐在场上玩了 然后许儿接着给大家发 只能是这样了 那现在许儿下场了 我们需要法官嘛 对吧 没办法 实在不曾好 汉老师解说我 但是 你当法官 怕是我上去 也会出现一些 那要不我当法官 去你坐这解说吧 我想当法官 我想试试 法官这个岗位 还挺有意思的 说不定真的会出问题 因为咱们对于流程 我们是被流程的那一种 对对对 一分不是专业的 天亮了 我们切回去吧 昨夜8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警长请决定 发言顺序 6号或者9号 金水 那就 那就5 初5 初1 反正我是好人嘛 你两个金水 那聊啥 过了 过了 多聊会儿 不用 过 学后啊 应该提发 不就上他最后一名了吗 感觉他们要拍刀了 是不是348 三个名 一二的意思不 我过了 你发言 1号玩家请发言 哦 9 62两个金水啊 你的意思 15是两个狼 一不像狼 一不像狼 那样 三应该不是好人吧 三应该不是好人 应该就剩一个狼 你把五骑了应该结束 无所谓 你15里骑呗 你要觉得是两个狼 我觉得一不像狼 你就骑五吧 骑完一个是好人出另一个呗 不就这样吗 那个 9号人 你骑士 我愿家62两金水 那15你骑一个出一个呗 或者你骑对了就结束 我是觉得75就结束了 然后大家发发言吧 没啥了 我仅会留个1 就这样吧 够了 12号玩家请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三应该是个狼走的 七他当时认狼 是因为觉得他 他觉得三还活在场上 他不说了一句 我想女巫把三毒了就结束了吗 他是在帮三做身份 他是想让我们剩下的人 不用推三 把三做成一个投错票的好人 但是其实三被毒了 所以237 还有一个 骑 骑他 过来 骑五游戏 我好人啊 然后那个 因为七八警察不都说我 八没说过我好人吗 六也说我好人吗 对吧 那骑五就结束了吗 好吧 过了啊 五号玩家请发言 五号平民 五号是个平民 过 六号玩家请发言 六号是平民 平民 这就妥了吗 这不就 好过了 十号玩家翻牌为骑士 决斗五号 十号玩家死亡 九号玩家请继续发言 第一个发的 六继续发言 六发言 六发言了 六发 还发言了 哦 继续发言可以了 哦 对 那一有是谁啊 就那我就听十一的就得了 六号玩家 六号玩家发言结束 警长请归票 19PK 警长归票 19PK 请所有玩家在我倒数后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九号投给一号 一号投票给九号 哎 十二号投票给一号 一号玩家出局游戏节 没有没有 PK PK 你六号投给九号 那就是 那就是 平票 由九号玩家开始发言 一十郎 我 一十郎 我说啥呀 我本来我也觉得十一是个 一我当时没有听到 我如果一五的话 我可能一开始会觉得是五 那你是狼呀 我聊啥 我都不知道聊啥 你让我PK 那我知道答案嘛 对吧 你是狼 我是好人 所以 你也赢不了呀 因为我是鸣 人家也有 你场上也有鸣 那你也赢不了 对吧 你到鸣到身 反正都赢不了了 你是狼也赢不了了 就过了 过了 一号玩家发言 那你别怪我啊 是你先打场外的 我 我出局 我都没办法连人 你说 你说游戏 你说游戏结束 他不是肯定是狼赢吗 那巴不就是女巫吗 啥意思啊 你想用场外把我打死 那你要这么说 我出 不是 那老美现在 不是 镜头呢 卡住了 我可以移一下 声音声音是有的是吧 那无所谓 我就发言就好了 那 我出局 上帝都没说 我不能发动技能 游戏结束 不都 不就是巴士 巴士女巫 砍 砍十一 游戏就结束了吗 这啥意思啊 这 如果 如果你能改规则 把我投出去 也算你有必要 就这样吧 是因为你 你也不发言了吗 因为我知道你是狼吗 然后我说一下 我为什么不是狼 因为 我井上 你 我和二和三都不认识 然后三说二的时候 号码还看错了 然后七说我是好人 六说我是好人 对吧 而且我跟七是 我跟七是狼同伴的话 七也不会自爆嘛 对吧 七为什么要自爆嘛 因为七 因为七最后放弃 是因为徐元宇是狼吗 因为他 都聊爆了 别的没有什么 投一下九号 拜拜六 投票呀 我们两个不能投 你别入戏太说 除了一号 九号不能投票 其玩家请在我倒数后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五号 十一号 十二号 投票 给一号 一号 一号玩家 Trope局 老美人翻牌 他昨天晚上魅惑的是 十一号 预言家 所以应该是 有女巫吗 没有 耶 没有女巫了 对吗 对 那我们赢了呀 干嘛 那个十一号 预言家是最后一神 干嘛 我们赢了 我砍得准 对对对 又没有神了呀 你们四个平民呀 对啊 我神了 对啊 把被我们砍了呀 我们总监肯定是赢了 你打你推了 我也砍你 狼人排为一号 二号 三号 一号 其中一号为狼美人 女巫是八号 预言家是十一号 骑士是十号 首位十四号 首页 狼人刀了十号 首位选择空手 狼美人内错了 11号 预言家验证八号 女巫为好人 第一天警长竞选阶段 11号 预言家当选警长 当天二号狼人牌 选择自爆 第二天夜晚 首位选择守护 十号骑士牌 狼人落刀 四号守卫牌 狼美人魅惑了 十号骑士牌 预言家验证 十二号平民牌 为好人 当晚女巫 读了三号狼人牌 第二天的白天 七号狼人牌 选择自爆 第三夜的夜晚 狼人落刀 八号女巫牌 狼美人选择 魅惑了十一号 预言家牌 预言家验证六号 平民牌 为一张好人牌 第三天的白天 骑士选择决斗 六号平民牌 骑士死亡 然后狼人 把最后一狼 一号 狼美人攻投出局 但是因为狼美人 当天魅惑的是 十一号预言家 是场上最后一神 所以狼人阵营获胜 这一局可惜了 我觉得这一局好人 应该是能赢的 可能也是场上 大家都觉得 预言家还有景辉 然后活着 然后骑士也在 然后就觉得 然后就选择一郎了 对 然后就选择就选择了 戳个人吧 无所谓了 其实我们要知道 就是好人 如果不松懈的话 骑士不骑人 然后在两个人里面 选择推一个 然后游戏不结束 然后预言家再咽一个 或者脸都不咽了 第二天直接把它推掉 这就已经可以了 骑士戳对了 游戏直接结束 骑士戳错了 如果其他神死了 就会导致狼人直接赢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一个问题在里面 可能就是好人 有点轻敌了 觉得狼人就是 出现了像歪哥那个 哎呀我认狼了 然后哎呀我又不认了 对对对 就是好人可能 是有点轻敌了 然后导致 如果我觉得好人 在不轻敌的情况下 谨慎的玩 最后的这一个时间的话 就最后这一个轮次的话 我认为狼人 是没机会赢的 这个但是 最后的结果论来说 还是狼人赢了 可以啊 狼人赢了就 就挺好 因为毕竟一号玩家 最后也是很努力的 给人个机会 对对对 然后肯定歪哥 在狼队的话 我觉得他找神的能力 也是没问题的 把那几个神 都给弄走了 狼人只需要一个轮次 然后这个骑士 自己撞死了以后 然后狼每年 最后一个就OK了 我觉得 有人说推错了一样输 推错了怎么输呢 推错了输不了啊 骑士不骑人 狼刀不够的呀 狼刀够 刀一个连一个吗 不对啊 他们狼刀是不够的呀 不够不够 狼刀不够 因为 因为 歪哥自爆了 他们选择刀的是 那天刀的是守卫 还是刀的是女巫嘛 然后天再一亮的时候 剩下一号玩家 一张狼人牌 骑士 戳死了游戏 继续 推了一 一把 预言家连死 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呀 所以 你要说 歪哥自爆了以后 他们刀一刀 那个守卫 或者是那个女巫 然后他再连一个 连不死的 然后他们可能一会儿 还有一个赛后总结 赛后总结 一会儿我们再看一下赛后总结 然后就结束了 这一期的京城大志赛 我们就得期待下一周 对 下一周看看 有没有 带回归的嘉宾啊 骑士不戳 找不到一 没有啊 预言家已经说了 最后的狼就是一五里面了 但是牛肉干也戳了 他觉得一不像 他是说一不像了 但是他是牛肉干建议骑士说 可以去戳一下五 他认为戳完五 游戏就结束了 他说就是一五两个位置 一呢 不太像 建议骑士戳五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 被懈怠了 没有没有没有想到 可能他们最后两神了 你会吃一个连吧 对啊 对啊 推错了也够 他们他们的刀法 因为我刚才没有听法官 没有听清法官最后报的刀刑 你看骑士要不戳死的话 扛推五 除非扛推的是五 然后入夜刀那个 刀那个谁 刀刀骑士 然后预言家起来 他可以连的是那个预言家 这样刀是够的 如果啊 咱们再说一个如果 如果因为 一号玩家 他在最后的时候 他是这么说的 啊 那个什么 女巫已经死了呀 我们刀准 他是不是说过这个话 如果他们选择了 扛推了五 入夜刀十 就是入夜刀十一 刀牛肉干 然后骑士是不是还在场呢 骑士可以发生技能 戳死老美 老美是不能带人的 对吧 这是这是好人的一种赢法 还有一种赢法 骑士不戳 然后扛推 扛推一 咱就不说扛推一了 我估计骑士不戳 扛推的也只能是五 除非一号玩家 扛推五 一号玩家晚上 刀了牛肉干 然后骑士再去戳人的情况下 好人是可以赢的 嗯 然后 这一局 反正狼人赢的话 确实是刀准 确实是刀准 这我想象不到的 是抿出了这个守卫啊 然后 也没有守出平安印 嗯 确实不错 这个该说不说 歪哥这个刀 确实是佩服 确实 我赌刀嘛 嗯 赌刀就 老人胆子大 还是就能赢 嗯 没错 找得准 然后还是能赢的 然后找到一个轮次 就就能赢了 这个轮次不就是 骑士撞死了 这一个轮次 对 然后这边开始公布成绩了 好 那边开始公布成绩了 我们切过去看 嗯 我们两天的比赛结束了 我现在先公布一下这两天大家压臂的情况 呃 两天比赛结束以后我们臂最多的是我们的一号王宝宝 太简单了吧 我也觉得太简单了吧 然后我们 我宝宝八十分给带士半本好吧 带士分你半本 你有功了好吧 刚才最后一波自爆很秀 然后我们倒数的三名同学将要进入五池 我来公布一下将要进入五池的三位同学 是五号吕烟同学 六号土豆同学 和十二号耿雪儿同学 我再重现一下 这个是我们压臂的结果 然后并不是说那个大家的分数都是一样的 就是不是加多少减多少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压臂的最终结果 好 我们现在做一下两天的比赛总结吧 首先我们的一号偶像王宝宝先开始总结吧 我觉得这个比赛还是很公正的 因为这是就是大家的就是本该是什么位置的人 都是什么位置的水平吧 然后但是作为爸爸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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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我,我是背着,背着你们,背着你们,我知道你们,这第三把我们的战术叫什么,孤注一掷,对吧,学到啊,五六号,是不是第二第三盘学到了狼队很多的格式,就是分分副死刘,就找不到他,他说我是狼,告诉你们,好吧,别的没有什么了,然后很开心,然后再谢谢银银子力,是叫银银吗,这两个字是叫银银吗,你应该也不认为,银银竭力,OK,OK,谢谢银银竭力送的那个。 能不能以后叫个英文名字叫Joanna,我就比较好读,反正名字这种东西就是我知道,就是你知道我说的是你,不管叫什么不重要,就是名字这种东西就是你知道我知道说的是你就可以了,名字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对不对,五号六号,就这样,然后很高兴这一星期认识你,你们两个,然后,但是认识归认识,但是我还是要跳的,好吧,我还是要跳的,好吧,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二号,我向王家蒙主发言 那个,反正就第三局嘛,纷纷赴死留嘛,就是因为我起来说我是冤家,就跟任狼没有区别,然后也很感谢三号我们荣耀兄弟在我发言通那样的情况下还能给我一票,那就是真是好兄弟,然后确实打的不太好嘛,因为我其实那个不太会骗人,我一说我是冤家耳朵就已经紫了,这个不太好,我在练练怎么跳冤家嘛, 然后我觉得今天玩得很好,前两把也算蒙的吧,就是站队边了,然后再多练习一下嘛,就这样吧,然后过了。 三号,像荣耀兄发言,没事,我占你好吧,咱们纷纷赴死好吧,大家都不信你是玉,我信你是玉,大不了,吃瓶毒嘛,大不了,测试嘛,多大事,就是今天也很开心,也是第一次拿预言家,第一次跟歪哥当狼队友,然后连续拿了两把狼,一把预言家,就是也是第一次接到茶沙牌,很开心,很开心,学到很多,没事, 证点,我们王者荣要组合一支赛,好吧,今天主要的还行,过了。 我今天也还挺开心的,就最后那个时候守一下自己就好了,当时确实是,就是,其实有想过守我自己的,但当时并没有猜到歪哥是狼,就觉得也到不到吧,结果我死的时候都诧异了,然后就没别的了,谢谢UZI的同时,然后祝大家2022年一切胜利。 6号,像李言,请帮你。 谢谢大家,然后这两天,充分让我了解到了,还是需要有硬实力,才能保证自己稳定上分,然后概率学是没有办法帮你,让你压臂能够往上翻的,然后还有就是,很感谢大家,然后的包容,谢谢,过。 6号,像鼓动,请帮你。 好,谢谢大家,然后特别是,这次在狼人沙里看到了一些组合剂,我觉得很震撼,比如说这个,拉爸爸巴,拉爸爸巴, 宝宝巴士的这个组合剂,我觉得很厉害,再比如说王者荣耀的组合剂,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体验嘛,就都挺开心的,然后谢谢大家带来的欢乐,然后弥补我的部组,希望以后我能在我的领域给大家带来欢乐。 至于,对吧,至于说我们如果说谁在过去玩错了,或者怎么样,我想那就是人生的一个小插曲,就let it go吧,我觉得啊,我们不要用这个,要求别人那么严格,要求自己就一下就过去了啊,我觉得就这样,大家开开心心,我觉得挺好,以后创作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的文艺作品。 我们让中国的文艺,我们让中国的文艺市场,让中国的文娱世界走向全世界。 好,那个特别高兴,这周能够请到旅员和土豆来参加我们的那个竞争大赛,然后我们下一周应该也会有其他的嘉宾,然后请大家敬请期待,然后那个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节目,过来过来。 那咱们就下周再见吧,拜拜。 原本还想跟另外两个坏女人一起跳个舞呢,这才跟雪儿一个人去跳了,拜拜,滚了。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幸好,向牛肉干,请发言。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拜拜。 幸好,向耿雪儿请发言。 辛苦了,辛苦了,然后那个就是,你不白白的,我还没白说两句,就是, 祝大家晚,不是,什么晚,那个虎年快乐,然后过年了,大家都吃胖了,你们别就是说什么,我发言是有双下巴这种事儿了,然后我也没有那个,谁说的那么重啊,我没有那么重,亲着呢,人瘦着呢,都别乱乱造谣,好吧,然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再次感谢大家,那个,我感谢投石啊,感谢1015步步,还有旧城,还有小猫子。 好,再次感谢大家收看精神大师赛,再次感谢我们的赞助商,新来剧本沙,陈金市体验馆,大家下周再见,拜拜。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以后真的能越走越远。 你刚才发生说,要播到什么,播到,大师赛要放到,等到我拿冠军的那一天,那我希望我永远不要拿冠军。 陪伴是最重要的吧,包括人家说我们是小团体,其实我觉得也,我们更是一个大家庭吧。 下次我们还相聚在那个12123,好吗,我们下次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